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应该认真思考 提前做好准备 人老了 身上无病 心中无事就是福气 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放下 带着轻松 愉悦的心情退休 一定是一线幸福的事件 人过五时要拒绝以下几个人来家里串门 学会把烦恼阻挡在门外 把欢声笑语留在门内 是一个人必须做好的功课 一 负能量爆棚的人 你的邻居是不是遇到了麻烦事情就找你发牢骚 你的亲戚有没有在落难的时候找到你 到你家住几天 还向你倒苦水 我的家里在上个月就接待了两个倒苦水的人 一个是小区里的老李 他和妻子闹离婚了 没有地方诉苦 就找我聊天 一个是表妹小花 因为弄丢了工作来我家吃饭 还希望我介绍工作给她 说实话 我很不欢迎以上两个人来我家 因为他们一进门就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把自己的错误转嫁给他人 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 尤其是小花 自己工作不努力 还责怪老板太狠了 他说 我不就是迟到了几分钟 有什么了不起 他居然扣了我一百块钱 你一定要把负能量拒绝在门外 不要让别人到你家来诉苦 五十岁的人了 应该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看清社会上的是是非非 二 特别爱唠叨的人 很多小区里都会出现邻居不和谐 多数的原因是闲话太多 一些长舌服把一些小事情闹大了 传开了 导致整个小区都不得安宁 别人在你家里说闲话 一开口就讲一些坏话 甚至传谣 你要是不拒绝的话 一旦别人把谣言传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 你的家就不得安宁了 因为别人都以为谣言从你家里开始的 人到五十要懂得 家是一个让人清静的地方 每天工作都很累了 回到家里还要听闲话 肯定很烦躁 平时爱人唠叨几句 你都不爱听 要是别人在家里唠叨个没完没了 你岂不是变成了话筒 三 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人 有的人喜欢反客为主 在你家里根本就不是客人 而是主人 你家做了什么菜 他不喜欢就自己下手 到厨房做菜 你家的酒好不好 他都要尝一尝 你家的电视机 他一个人就霸占了 你家的健身器材 他常常光顾 还嫌弃你 买得太便宜了 不好用 有的人 常常来你家里借东西 并且借了之后 就不主动归还 非得你去讨要了 他才想起来 比方说 你家里的手提电脑 他借去用了之后 几个月都不还 你不得不打电话 询问情况 他还来了电脑 却弄丢了鼠标 键盘上面也很脏 让你乌言一对 你家就是你家 他家就是他家 不管他和你是 多么要好的朋友 还是有血缘关系的经济 都不能够越位 拒绝反客为主的人 你要坚持当好家长 当然你还要懂得 代客之道 不能冷落了别人 四 曾经相爱过的人 爱上一个人 不需要理由 也没有原因 哪怕两个人 根本就不在 同一条水平线上 不管地位的高低 还是身份的悬熟 也都无法阻挡 爱情悄悄地降临 这种纯粹的爱 总是让人感觉如此的美好 没有丝毫心理上的负担 也不必去考虑任何的后果 爱了就爱了 如果牵手一生 能够得到永远的幸福 那就是自己修来的最大的福气 如果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走到一起 也千万别去自我惩罚 要学会放过自己 就算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不得不被迫各奔东西 至少曾经也相互拥有过 记得以前曾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的爱人是你的初恋吗 我猜多半人都不是的 所以初恋才显得尤其珍贵 你在结婚之前 遇到了怦然心动的人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 你们没能走到最后 又或者 你为了结婚而结婚 却遇到了相见恨晚的人 也许你有过婚爱的爱情 爱而不得的人 最磨人 天天思念着远方的人 但是又无计可施 不能够和他时时刻刻联系 更没有机会在一起 拿起手机 好想打个电话 想了很久 还是要放下 进一步是错误 退一步舍不得 这样的爱情 谁遇到了 都是一个难题 也许 两个人念念不忘一辈子 才是最终的结局 总有一些人心里在想 等我老了就去找他 不管不顾也要在一起 看看现实生活 你真的可抛下家庭不管了 独自去远方找他吗 还有 他也成家了 你就忍心破坏他的家庭吗 诶 时过行迁 此一时彼一时 你还是放下 爱而不得的人吧 生命中有太多的遇见 并非都要一定在一起 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非要去占有 爱错一个人 也要去学着放手 爱上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 就要学会忍通放手 否则继续纠缠下去 只会带来无尽的折磨 人到午时 拒绝曾经爱过的人 选择放手 是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也解脱自己 五 常常喝醉的人 我的表姑父特别喜欢喝酒 嗜酒如命 一有闲暇时间 就常常去朋友家里喝酒 表姑父的朋友 在街上开了一个 卖鱼的小店铺 上午的生意很好 下午就没有什么生意了 常常把店铺关好 回家休息 表姑父和朋友在家里喝酒 多半是下午 一碟花生米 一盘红烧鱼 两瓶白酒 两人可以喝一下午 不醉不休 唠唠叨叨的话 没完没了 最近表姑父 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了 很少去找朋友喝酒了 我问表姑父 你怎么就不去喝酒了呢 表姑父说 别提了 最近朋友得病了 到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强烈建议他戒酒 朋友的妻子也责怪我 把怨气都撒到了我头上来了 人过午时 要懂得喝酒伤身的道理 别以为自己还是年轻小伙子 喝醉了 过两个小时就没事了 岁月不饶人 喝酒要注意方法 别过量 拒绝喜欢喝醉的人来家里 其实是保护了你自己的健康 也保护了别人的健康 人过午时 要学会守好自己的家门 爱惜自己的家庭 珍惜家人的缘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